大家好,我是Joel Lee 今天向大家分享一篇新闻 印度政府将发布与加密货币相关的税收指南 据金色财经报道 印度政府计划在对虚拟数字资产 VDA的范围和定义进行一些修改后 在7月1日之前发布一套指导方针 以对虚拟数字资产 VDA进行有效的税收管理 媒体报道称 已要求中央直接税委员会 CBDT准备该指南 据消息人士称 政府不太可能减少适用于 几乎所有数字资产转让的 1%的源头税收减免 TDS 他认为TDS将有助于追踪 和追踪加密货币交易中可能获利 但不愿在所得税申报中显示的人 包括Quindic Kuber首席执行官 Sumit Gupta在内的一些行业代表 已要求 政府将TDS降低到 0.01%至0.05%的范围内 通过2022-23年联盟预算 对包括NFT在内的加密交易利润 征收的30%的资本利得税 也不太可能减少 除了一些可能包括使用区块链技术的 医院的例外情况外 财政部不打算提供豁免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 我是一个对于社交媒体 网络赚钱 NFT 加密货币 区块链 高新科技有浓厚兴趣的创作者 如果您对这些感兴趣 请您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